我們在毀烈正面的中間 除掉不義的事情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靈魂 掛在我們的肉體裡面 我們的身體 無殘忍是我們的正面 這是我的身體 這是我的頭 真的我到底在哪裡 看不見那個靈魂的生命 如果從我的身上 把不義的事情從身體除掉 聲音說這是犯罪 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這件事情 神幫助你除掉所有的罪 你就能夠生命這條神的建立 你的生命就能夠獲得神的建立 神讓你會有豐盛的生命 我在世上有信心有愛心 而且對將來的天國有慕 這就是最大的福氣 對天國有慕望 這是最大的平安 對天國有慕望是最大的平安 我們再來看創世紀第二週 看創世紀第二章 聖經上頭的第二頁 這是最前面第二頁 聖世紀第二章第七節 邀華真心用地上的丁頭做人 將亂生命的貴積 混亂的平坑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亂人 名叫做阿東 聖經第二章 這邊聖經告訴我們 做人類 最後創造人類 那頭這個人 就是男人 阿東 第一位的人就是亞當 這個阿東是怎麼做的 亞當是怎麼創造的 神用地上的土 做他的生股 所以說神用地上的塵土造身體 這就是外面的貴積 混亂的平坑裡 生命的氣息吹在他的皮孔裡 這就是我們來的那條靈魂 就是我們裡面的那條靈魂 這個生股是不簡單的 身體是不會動的 但是內裡有靈魂 但是內中有靈魂 就成為有靈魂的活人 就成為有靈魂的活人 所以有人這樣說 所以有人這樣說 阿我們喔 是真愛信也說 那就是說 不能拜祖先在生涯 我們很想拜信耶穌 可是信耶穌就不能拜祖先 真的很糟糕耶 我又變成拜祖要搶他們 那我們就被逆的祖先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我們儘勁給他想 可是我們仔細想一想 你阿公你阿爸的名字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的爺爺奶奶的名字嗎 你知道你阿祖 阿祖 阿祖 阿祖的名字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張祖父 張祖父的名字嗎 你知道阿祖先是誰人你知道嗎 你的祖先們 你都知道嗎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哪個平民生都立代祖先 這樣就是拜祖先 那這樣寫立代祖先 就算拜祖先了嗎 那什麼都不知道 那這樣就拜祖先了 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這樣做叫拜祖先嗎 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這樣做叫拜祖先嗎 是誰創造的呢 你一定的神感創造的 是天上的神所造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拜祖宗 拜祖宗 我們說拜祖宗 祖宗是什麼意思 祖宗是什麼意思 祖先的根源 就是我們祖先的根源 祖先的源頭 祖先的源頭 所以聖亞說的人拜到祖宗 所以聖亞說的人拜到祖宗 不通人都拜不到 其他人確實沒有拜到祖宗 所以我們聖亞說 有在拜祖宗不服 有啊 有拜天上的大事 那就是真正的祖宗 所以你們聖亞說的 到底要不要拜祖宗 有啊 我就是拜創造天地的真神 所以我們怕聖亞說 正對正確 所以我們今天聖亞說 絕對正確 因為這位天上的神 因為這位天上的神 就是造天地萬物與人類的神 我們應該來找這位真神 最後來講個見證 我教許梅林是嘉義人 我以前在嘉義教會注目 當時他還在讀書 我現在要講的是 以後管理嘉義教會有一位老兄弟 我們回來見證是 後來在梅林教會負責管理會堂的王弟兄 他是出世在馬道 小學畢業後到嘉義 他說他非常明信 用一本筆記錄 把所有偶像的生意都記錄在上面 幾月幾日還有一個生命在做生日 他都知道 他一定感到 不論是在都市或是在鄉村 大廟或鄉廟 他都會去 尤其農曆的青月至五月 尤其是農曆的征月跟五月 農曆的征月跟五月 節日非常多 比如說三月二十三個馬祖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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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新港 嘉義 比如說一天啊 走十幾個間廟 曾經一天可以跑十幾個廟 到了晚上 他就在夜頭看天 他就舉頭望天 哇 煙火一天一天一天 一直放煙火 他就順著煙火的風向去 清廟拜 他就循著煙火的方向去找廟拜 他就循著這煙火的方向去找廟拜 他就循著這時真無敵 他就說他當時非常無知 心靈受到迷惑 他覺得很空氣很高 他覺得非常空虛不單 心中無平安 心中非常不平安 心主以前有很多壞習慣 心主以前有很多壞習慣 滑掉 心白了 滑掉 滑掉 嚇棄 下棋 打和政府 打彈珠 還想這個驕鬼賣 受到毒鬼的迷惑 當時生理也忘了做生意 家庭也忘了做生意 也沒有顧到家庭 當時打牌打到晚上都沒有回去 有時候徹夜打牌不回家 當時老回去是三斤半夜 有時候回家已經是三斤半夜了 夫妻常常吵架 家庭都沒有幸福 家庭不幸福 一直到24歲 一直到他44歲的時候 他的第二女兒 他的第二個女兒 他讀初衷的時候 一天要去保守他們 無人倒回來 有一天老夫心要我回家 半夜了發生車了 再半夜了